下面呢我们来说第二个metric 刚才是average value 现在是average reward 或者叫average one step reward 具体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刚才是vpi s 现在变成了rpi s rpi s是从s出发 我所得到的单步的 就是immediate reward的一个平均值 具体的表达式 我待会会给出来 然后dpi s呢 是s所对应的权重 从这个下标大家看出来了 它实际上是stationary distribution 它是依赖于这个策略pi的 然后呢我把这个rpi s 然后做一个加级平均 得到的这个metric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metric rpi bar 这个bar呢就上面这条横线 也是代表一个平均的意思 然后这个dpi s 因为它是一个概率分布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合适呢写成这样一个 expectation的形式 好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rpi s具体 它表达式是什么呢 表达式就是这个 也就是在s我能得到的immediate reward 它的平均值是什么呢 那我在s其实我有很多个action 我可以去选择 那我选择action a 它的概率呢就是这个 我选择完action a之后 我所得到的reward呢就是这个 然后我再这个把它给加起来 这个就是rpi s 那么rsa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我在s我take action a之后 我所得到的immediate reward的一个平均值 那这个呢又可以写成这样一种形式 也就是我在s我take action a 我得到的reward求一个平均 就是rsa 它也可以写成这样一种形式 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rsa 这个是我在s和a 我得到的immediate reward 然后我对这个a求这个加均平均 或者求expectation 它是一样的啊 我就可以得到rpi s 这个是在s我所得到的immediate reward 一个平均值 然后我再对s再求这个 expectation 或者加均平均就得到了rpi 就是第二个metric 然后这里边dpi呢是stationary distribution 好 这个就是第二个reward 然后下面呢我要给第二个reward的另外一种形式 大家在论文和书籍当中 你在阅读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经常遇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策略 然后呢我根据这个策略 我形成了一个trajectory 然后沿着这个trajectory呢 我得到了很多的这个reward rt加1rt加2等等 我下面怎么做呢 我把所有的这些reward的啊 加起来 我假设从这个状态s0出发 我加起来完了之后呢 我求 expectation啊 因为这些都是随机变量 然后我再求一个平均就除以n 然后再求一个极限 当n去向于无穷的时候 那这样一个式子呢 它当然可以简化成 我就把里面这加写成这样一个sigma的形式 这个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我从某一个状态出发 然后我跑无穷多步 但我这时候不是求它的所有这个reward它的和 而是跑无穷多步reward它的平均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 它又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什么呢 就是刚才这里边不是我从s0出发吗 然后这边呢 大家看s0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s0这个不起作用 就是你跑了无穷多步之后 你最开始从哪开始的 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大家在论文当中 你可能会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式子 当你看到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明白 在我的课中当中 我已经非常清晰的给你讲了 这个式子是什么呢 它就是r排霸 也就是它是能够写成这种d排s 然后r排s 然后求一个加军平均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第二个metric r排霸 为什么呢 具体的细节 我这里就不能再展开了 然后大家可以到我的书当中去看具体的细节 涉及到一些数学 但是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好 总而言之 未来当你看到这个metric的时候 不要忘了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其实讲过 好 刚刚呢我们介绍了两个metric 下面呢我们对这两个metric进行进一步的补充 之后呢会有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们要补充的第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metric全都是策略的函数 无论是v排吧 还是r排吧 然后这个策略呢是一个函数 它的参数呢是c 那所以刚才这个v排吧或者r排吧 它们都是c的函数 那么自然不同的c就会得到不同的这个metric的值 那里面就存在一个最优的 对吧 我希望能够去优化 然后找到这个最优的c 能够去最大化这些metric 这就是policy gradient它的基本的思路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说的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metric 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 它还是会比较麻烦的 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discounted case 这里面有一个discount rate 伽玛它是小于1的一个数 还有一个undiscounted case 这里面伽玛是等于1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介绍了discounted case 就是在整本书当中 然后为什么会出现undiscounted case呢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介绍的r排吧 这个metric 它是对immediate reward 它的求了一个平均 那它不是对return求平均 不求return 那所以我也不需要考虑什么reward 不需要考虑这个discount rate 所以它对于undiscounted case 和discounted case 这俩当然它都是成立的 所以你仔细去分析的话 也可以有一个undiscounted case 这个情况存在 当然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这里面课程当中就不再介绍了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到我的书里面去看 好第三个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r排吧是一个metric v排吧是一个metric 它们什么关系 我们先说一下直观 就直观上感觉 这个r排吧好像比v排吧更近视 short sighted 为什么呢 因为它好像它只关心immediate reward 而v排吧呢 它是关心return 就是跑了很多步之后 我把所有reward加起来 那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这两个metric 它们是等价的 具体来说就是在discounted case 我们可以证明r排吧是等于1-gamma 然后乘以v排吧 注意我说的等价不是说这俩是相等的 而是说它满足这样一个等式 那么自然我对其中一个做优化的时候 另外也达到了这个极致 关于这个式子是怎么得到的 大家可以到我的书里面去看 好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练习题 如果是在课堂上的话呢 我会让大家停下来去做一下练习 那么在网上屏幕前呢 你呢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么做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读论文和读很多参考资料的时候 你会经常见到一个metric 就是在policy grading的问题当中 你会经常见到这个metric 那么这个metric和我们刚才介绍的metric 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 你可以当然想一想啊 我直接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这rpy吧 它有两个定义 还记得吗 一个是sigma s 然后dpy s 然后rpy s 它除了这个定义之外 它还有一个是limit n趋向于无穷 n分之一 然后expectation 然后sigma 然后r 这个t t等于1到n 实际上呢 这个vpy吧 也有两个定义 一个是sigma s d s 然后vpy s 还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你们在读policy gradient 或者actor critic的论文的时候 你一定会见到其中一个 你要么是见这个 要么是见这个 所以我希望大家见到的时候 你都明白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都已经讲过了 好 我直接告诉你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vpy吧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这会儿你可能会被蒙住 实际上很简单 好 那首先我们要来分析一下这里边的这个一些情况 首先 我是从一个 这感觉好像还是从一个trajectory 得到的这个reward 我加起来 对吧 那我假设trajectory是从s0出发的 那么s0呢满足这样一个分布 然后我从s0呢得到a0 r1 sea1 这样一个trajectory 然后在每一个s 我怎么样采取动作呢 我是根据pi s来采取动作的 然后这个采取动作之后 我得到的rt加1和st加1呢 那么它们都是由环境来决定的 好 那么知道了这些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呢 进一步的拆开 首先是根据这个total expectation 一个基本的性质 就是我可以写成这样一种形式 因为它可以从不同的s出发 假如说我从这个s出发 那么从这出发的概率是ds 从这出发得到的值呢是这个 然后把它相加起来就等于这边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呀 大家能看出来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吗 这个实际上是从s出发 我得到的所有的reward 就得到的一个discounted return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gt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vπs 所以这个东西 它就等于sigma ds vπs 这个等于什么 就是vπ吧 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